南无本师释迦摩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摩尼佛 路上甚甚对尿法 爱见万劫难遭遇 我尽见闻得受持 愿见如来真实义 阿弥陀经书超 诸位大德比修 诸位居士同修 请看经文 请看书文 八功德者 唐义云 一 沉浸 二 亲冷 三 甘美 四 亲软 五 任泽 六 安和 七 除饥渴 八 掌养足根 具八种功德 利益众生也 观经书开八德 于此小意 此底金沙者 金沙为底 无尼 无尼执也 超文 一 沉浸者 为沉亭洁净 离乌浊故 二 亲冷者 为亲斩良能 三 甘美者 为甘直美妙 聚智慰故 四 亲软者 为亲阳柔软可上下故 五 认质者 为君认华则不枯思故 六 安和者 为安静和缓 决讯犯故 七 除饥渴者 为随紧止渴 金尖辽机 有胜利故 八 掌养足根者 为增长养育身心内外故 好 先看这一段 前面介绍到极乐世界的七宝词 词由七宝合成 水也是七宝的意态的表现方式 下面就介绍这个水所内聚的功德 这八德是玄章大师翻译的 称赞净土佛摄受经里面的文具 要了解这八德 我们还要回顾一下对水内在功德 对水内在功德性质的一个基本 关照的角度 这关照的角度我们上次概略地谈得下 但可能不一定我们会理解得那么透彻 就是《能源经》二十五元通里面讲 七大 其中水大 有几句很重要的文句 如来藏中 信谁真空 真空信谁 清净本难 周遍法界 谁众生心 因数之量 寻耶发现 这是认知水大的本质特点的非常重要的开始 奴来藏 你要认识水的功德 一定要对奴来藏有所了解 奴来藏就是真奴的体性 在这个真奴的体性当中就有水大 那么这个水大是信水 就是这个水分信水和向水 那这个信水就跟真空是相等的 信水即真空 真空即信水 竟然从奴来藏里面显现的水大 它就具有法性的士德 也可以说是涅槃的三德 清净就是水大当中的般若德 代表真理 本然就代表水大当中的解脱德 表它的俗地 清净本难周遍法界 周遍法界表水大当中的法生德 代表第一异地 好 我们天台家讲 这个信善和信恶 这个水大 信水真空 信空之水 是在信德里面本具的 但是它显现什么水的特点 是谁众生心 因属之量 寻耶发现 就是这个真空的信水 怎么表达它的向上的水 是跟它的染尽缘有关的 如果顺着这个顺性 修善 就会显现 佛法界的那个德水 如果我们虽然有信水 但是我们的修德层面是恶 是修恶 是显现污染的缘 所以这个染缘就显现九法界的水 乃至于这个恶缘 染缘很重呢 就显现六凡法界的水 好 那透过 这就是向水了 表现形态的不同 透过这个向水 去把握信水 把握卢奈赠 把握涅槃的山德 所以这个水就不可思议了 这个水就有很终极的 形而上的道理在里面 那阿弥陀经显现的八功德水 它是这个阿弥陀佛 随顺本性 以他存善的 这个修善 所展开的佛法界的水 那这个佛法界的八功德水 我们可以跟我们这个娑婆世界 所表现的水的形态 有一个比较 我们感知的这个水啊 就是我们人法界 水染源感知的 当我们看到这个水 现在水的问题已经是 我们地球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了 几百年的工业化的过程 使我们的水源大为污染了 在我们中国已经是 有几个亿的人喝不到干净的水啊 而且水资源非常的匮乏 尤其是中国 所以有的学者已经有个叛言 如果二十世纪是为石油展开战争的话 那可能二十一世纪就是为干净的水打仗 所以这个是个大问题 我们透过这个水来认知一下佛法界的德性 通过我们污染的水 认知一下五浊阿世的情形 是很有必要的 所以这就不仅仅是一个文字语言上的问题 我们要跟粮土要挂上沟来 通过这个对比 我们升起艳丽舒服 心求极乐的心 好 我们有一个认知的基本的立场之后 我们再来具体来看 八公的水 第一是沉浸 沉就是这个很凝定 亭就是水聚集在那里 非常宁静 所以显得非常的干净 一眼都能看到底 就离开了污浊 那这个 这就是个对比了 我们这个世间水就污染 浑浊 尤其是现在的化工企业越来越多 化工企业又需要水 所以它常常就在那个江河旁边建工厂 那些废水都能够到江河湖泊里面 乃至于现在的海水 都是受到极大的污染 一看就像酱油一样的污浊 现在我们中国的很多海 泊海啊什么都快成了死海 几百海里都是浑浊的 你现在吃海鲜 再吃那个污浊水里的海鲜 你还有什么好下场啊 那为什么有这么多病啊 那极乐世界的水非常的干净 离开污浊 第二就是清冷 就是侵占良人 它的体性很清凉 没有我们这个世界的凡热 凡热就是太阳烈热一照 这个我们的水就有热度 甚至烫手 第三是干美 就极乐世界的水 它的味道特别好 具有无以伦比的美味 而我们这个世间水呢 要么大海水占的很多 它是咸水都不能喝 淡水虽然是有一定的淡水之源 但很多都是在冰川里面除几座 淡水占的比分很少 然后还有烈味 就是这个味道不好 不好喝 尤其现在的致癌水 里面加了漂白粉的 那就更不好喝 水的味道不好 佛陀在世说 弟子说佛陀在世说 那个水呀都像牛奶一样的美味和有营养 一百年之后 佛灭度之后 水的味道都不好喝 也没有什么营养 第四是清软 就是这个水呢 它是七宝的液态 它很轻 很柔软 叫清阳柔软 既然清阳柔软 它就不仅是水往下流了 而且水还可以向上流 可以上树 可以上莲花 可以上乌粮 循环 不像我们这个世间的水 是清二阳 它很沉重 它只能往下走 第五是认责 就是这个水 很均韧 很滑舌 它不枯舌 不枯舌就是 跟我们这个世间水 它就可能会发臭 时间久了就会腐烂这个水 那么这个水可能开始还比较轻一点 而过段时间它会变颜色 褪色 甚至污染到一定程度 会出现难找现象 第六功德 就是安和 就是这个水 它流动的状态 很安静 和和缓 就好像一个大人之相 那我们这个世间水 就很急 很暴 甚至会形成水灾 那这个水灾在我们地球的地史上 那是灾难史上 常常常大书特殊的 从圣经讲的诺亚方舟 也就是人类的一场大水灾 还有我们中国的大雨治水 也是面与大水灾以后 这个风水泛滥怎么去治 以及在西方历史上记载 苏罗是古希腊的一个著名的历史学家 他就游学埃及 听埃及的一个祭司讲述着一个古老的文明 现在这方面的研究还在此处 就是亚特兰斯地 亚特兰斯地是一个非常高度发达的文明 就一夜之间存到海底去了 一场灾难 水灾 那么这个记载在柏拉图的理想国里面 也有详细的记载 那再看看我们中国的黄河长江 也一直是纠结着我们中国历史上的 灾难史上的两条河里 也许我们记忆忧心 1998年的长江的这种水灾 就在我们九江决堤的这样的一个历史 所以这个水我们怎么去对待它 水能载舟 水能复舟 那这个水 确实这个水 你看多少哲学家 歌探水的功德 古罗马的一个哲学家 泰洛斯 万物源于水 水是生命的源头 老子说上善多水 孔子面对水 侍者如师傅 著名的哲学家 都是对水 有深刻的思维的 因为它这个水 跟我们生命的本体 是息息相关的 因为我们的生命 就在我们人体当中 也有70%的水 然后人是小宇宙 外面是大宇宙 所以整个地球的水 也是70% 那从人体来看 人在健康的状态 如果水干净 就是我们的血液 我们液体干净 这是第一 第二呢 如果这个水畅达 这个人就是健康的 如果我们的泪 里面水不干净 这个大小血果动脉 堵塞了 那就生病了 气血要畅通嘛 血就是水嘛 那这个血液当中 大动脉小动脉 脂动脉等等 它都要 第一是冲荡 第二是要循环 所以水有个特点 它一定是流动的 你不能让它 在这种静态当中 所以这个水呀 我们要了解水性 尊重水性 你尊重了它 它就跟我们共生 就形成相辅相生的关系 如果逆走水性去做 那是水跟我们产生一种对待 对立的关系 那就以灾难的形式表现出来 如果我们就是 道法自然 这个意义上来说 你看看现在 由于人类的欲望所致 它建了很多水坝 很多发电站 你说给人类最后带来什么 黄河长江就好像两个主动脉 你给它一节一节 给它截断了 能够建了一个很高很高的水坝了 然后就等于大洞没给它截断了 然后水应该是奔沉到海 它在流动状态当中 它很欢乐 你看那个水在流动状态 它那种溅起的浪花 你都能感觉它这种欢喜 当你把它一潭石水灯 在那个地方 一看它的样子 就大到着脑袋 它不欢喜 不欢喜它内在的分子就会改变 它可能就会分泌一些毒素 所以我们人类这个建水坝 是要值得我们深入的思维 现在西方国家都在反思这段历史 所以就有一种声音 拆水坝的这样的一个浮生 因为它几万年几十万年 河流流淌的这样的河道 它是自然形成的 它对于生态周边的树木花卉 整个的地下的昆虫湿地 它都有一个和谐的生态圈 然后你把它截断之后 就等于把这个整个的生态平衡圈 给它打破了 人为的打破了 所以它就会导致很多的灾难 真是刀刃上的一点蜜 你藏的一点小田头 只是计算一下 这个发了多少店 能够赚多少多少 但是它后面的危害 超过你藏的一点小田头 比如说你要移民 这些移民呢 我去年到一个大水坑看 几个县城都全都在水底 几十万几百万的移民 然后这周边的树木花卉 山川形式得不到谁的资源 所以这种人对自然的这种控制欲 征服欲 我们是要提出质疑的 因为我们一定要建立在对水 对自然的尊重的情况下 才能跟这个大自然保持这种共生的关系 你去征服它 改造它 这里面都是有问题的 现在我们中国就有一批这样的科学家 动不动就说 我们要做史无前例的改造工作 要使每一滴水发电的功能 他认为它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想法 那自古以来水都欢乐的流长 它没有发过一度电 人类不是照样生存得很好 甚至说人要对大自然敬畏这个命题 他都认为是错误的 就应该人类就应该征服自然的 控制自然 所以现在为什么这么多灾难这么多 建水坝都有引起地质灾难的 威胁 引发地震的要素之一 但可能我们很多老百姓都不没有自清权的 所以关于这个水的问题 我们怎么顺应这个水 却是自古以来水有它的急爆的一面 我们是要治水 但治水是要有理念的 汉代有一个学者谈治水的上策 中策下策问题 其中谈的上策就是顺着水性 不跟水争地 水来了 我们就退 你让水有一个 它的空间 它的生存的空间 你看现在很多湿地 其实就是无论是海 大海有湿地 河流都有湿地 湿地不能去造田的 你看到它是否都没什么用 但是它对于保持江海的那种土难 那种净化是不可低估的 这就好像人体当中有圣 这个湿地就是地球的圣 你不能没有 现在多少湿地在减少 也就是它圣功能在衰竭 如果再掀起一个围海造田的 这样的一个情况 围海造房子 实际上就把海岸线 几万年的生态环境 又给它破坏了 当它得到一点田头的时候 马上大臣人的惩罚就会过来 这种惩罚比他得到田头大的态度 所以对水的行而上的把握 对我们的决策 社会治理都有莫大的好处 不能太功利了 那在我们佛门里面 我们多少高僧大德 也在关心这个民生疾苦 也对这个水的治理 也做出了他们巨大的贡献 有的祖师大德 比如说这个桥很难打脏的时候 比如莲世大师就有这么一个经历 然后地方官员请他 请莲世大师帮忙 林生大师他就让每个人捐一文钱 持大悲咒 在某个时辰投下去 这个章就打下去了 这个洛杉大佛 他也是处在这个临江的东岸 他那座山叫凌云山 这个凌云山 那他这个是几条河流的交汇之处 有大渡河 清一江和明江 这个交汇之处 他这个山江的水就显得非常的团急 所以在这里常常是一道险路 船过去常常过不去 船翻人亡 而且经常发生水灾 所以当时的就是海通和尚 就感受到了这样的一个疾病 就决心要着山照相 着山照相的最原始的动机 就是镇水 作为镇水之宝 就是现在的洛杉大佛 那是海通和尚为了这样的一个大佛的建造 你看到处画圆 当他画到点圆的时候 这地方官员还得要敲塌杠杠子 敲塌杠杠子 这个海通和尚是不答应 说你要钱 没有 你要我眼珠子我可以给你 竟然把两个眼珠子深深地挖出来 用一个托牌给地方官员 地方官员一看吓坏了 但由于这个海通和尚的就更得到大家的信任 就开始着山照相 这个洛杉大佛按记载造了九十年 海通和尚生前还没造完 然后是后继的一个维稿 他在剑南桌西川节度时 是一个诗人最后继承完成的 通膏有七十一米 洛杉大佛 昨晨之后通神还采绘 这个我们看洛杉大佛 那个山壁上都有很多洞 也就说明当时不是露天的 是建了十三层的楼阁 保护起来的 所以当时就叫大象阁 那这个佛像对于解决 山江河流的水势分流 起了莫大的作用 所以你的大佛在那里 做那种气势磅礴 王者的气象 并且大慈大悲 你看利益了一方的百姓 造福万事 都是解决这个水的急报的问题 好 再看第七 除饥渴 除渴 还可以理解 水能够解渴 但极乐世界的水 还能除饥饿 你饿的时候 喝这碗水呢 你就饱了 气力充盈了 说明这个水 有很大的力量 那这个水 不仅除饥渴 它很 前面讲很干美 很有香味 因为它是切饱的液态 饱里面又有很多香 所以这个刘一鸣 不是在定中神有极乐世界吗 他就到那个切饱池 看看这个水很好 就想喝 但也不敢喝 当时就有个菩萨看着他 知道他的想法 你是不是想喝也想喝 就用一个可能七宝的碗给他咬了一碗 有一名橘子肯定心心落狂 呼噜呼噜全都喝下去 甘美异常 等他从定中醒过来之后 出来之后 那个毛孔里面散发的那个香味 维持了半个月 说明这个水还真是了不起 所以刘一鸣居士 他年终欲知识志 敢带两土侍尊的恩德 他有这个水平 第八是掌养竹根 掌养就是真掌养于身心内外 喝了这个水能使足根尸 眼耳鼻色生意都能够增长 灵敏 如果前面五根尸 这个眼耳鼻色生 属于人的生命的正宝 义属于精神现象 那这个义能够开身月体 荡除新构 就是能够破烦恼 能够破无名 这就是身心内外 这就跟我们这个世间的水不同 我们这个世间水你搞得不好 由于它里面生冷 这个水如果你不烧开 里面是有细菌病毒的 你喝了不仅还不能掌养 说不准就拉肚子啊 肠胃病啊等等这些 就是损坏足根 这些情况 甚至如果你碰到水灾 那个喘流即逝的时候 你会被淹死 好 这是八种功德 跟我们词土的一个对比 好 请看下面 官书八德者 一亲 一亲二亲 三能 四软 五美 六 不臭 七 饮食调诗 八 饮饮无患 余上大同小异 此和亲软 彼分为二 此无不臭 彼缺任责 即于安和 然易责复鉴 以成亲亲能 必无臭恶 既亲且软 岂不安和 略少任责 故云少义 又彼配六入 此则成亲色入 甘美未入 至云掌养足根 人则耳鼻生意 皆色之衣 又大本云 大河之相 金沙布地 有足天香 事无能遇 水 水 善福 砸水 流方 皆香入之正也 下文说法是深入与法入正也 好 这里 莲慈大师是注解的很详细 同时把这个 四明尊者 观金 妙中操 对这个八德的 离 注解呢 也援引出来 就观书 讲这个八德 有这个八种了 这八种所列的 跟上面 玄章大师翻译的 是大同小异 基本上相同 也有些差异 那么 这里讲此和 此和就是这里是指大小 大本无量寿经和小本阿弥陀经 属于同步的经 他把这个 这个清卵作为八德之一 到了观金里面呢 把它分开为二 那么 这个 阿弥陀经讲 没有不凑这个德 但是呢 观金书里面 也缺了任贼和安和两得 就富有缺略和增加 虽然文具上是这样 但是义理上都能够覆见 都寒舍 为什么呢 你就大本无量寿经 阿弥陀经讲 他这个水既能是沉浸清人 那一定是没有臭恶嘛 你沉浸清人哪会有发臭呢 哪会颜色会变成不好的颜色呢 好 那么 这个 观金书里面讲 这个水既清且软 那既能清软 那当然包含着安和 就是安静和 和缓的 这种特点啊 所以这个 观金书只是少了任贼 折就有小的差异 观金书里面又把这个八德配为六路 六路呢 就是摄身相为主法 这叫六路 一般十二英元讲六路 六路就是六根 摄身相为主法 但用六根 不用六根 用六路就是这个 我们余生俱来 这种六根的一种本能的这种趋势 冲动 就是要摄到六层 六层里面 它有这么一种追逐外面六层的这种冲动 本能就叫六路 好 这里讲这个沉浸 是摄入 这个摄非常的干净 再生的那个水底的这个金沙或者七薄的沙都能看清楚 这个水喝过去非常甘甜甘梅 这是胃乳 它的味道很好 那么掌养足跟这些鼻生意都设之 无量寿经讲这个七宝石下面有金沙布地 然后金沙布这个水呢还能放出种种的香味 这个香味是世间一些香味是不能比拟的 那就随着这个水的安和的流动 它就弥散着这样的芳香 这叫杂水流芳 杂水 就是这个水呢不是一种 它是七宝的水乃是无量的水 这个水这杂水就是水的这种体态的丰富性 所以它流布的香味也有各种不同的香味 而且这个水呢又有光又有色又有香 光色香又有非常丰富的排列组合 所以你光看这个水的水美都是美不甚至我 好 这些都是香入之症 在下面文句谈到的水还能讲经说法 讲经说法就有深入和法入 深入就是这个水能发出阴深 这个水呢就有法意法味 所以这些都是六成都是奇妙的境界了 好 请看一下 问 甘美清软 除鸡掌根 此方属无 则成然一 凡水细皆清能 细皆任者 和笔水以二独称功德 答 此水虽亦清能 逢日则盐 欲火则肺 比重导日清能 冰仁如 中不严佛 此水虽亦任者 日赛则干 水鼻则赫 彼众结火灵之 任则自如 终不甘贺故 金沙者观金云 黄真金为渠 渠下皆杂射金刚而为底沙 大本云存一宝池 底沙亦一宝 黄金持则 白金抵沙 水金持则 流离抵沙 二宝为持 抵沙亦二 乃至七宝亦福如是 金子金沙 闻审辩故 好 看这个 对这个八德的描述又有一个问答 加以深入的讨论了 有人问这个八功德水里面谈到的甘美 就味道很甘美 体态很轻盈柔软 甚至除饥饿 长六根 是我们这个世间的水不具备的 这是事实 但是你八德里面讲清冷和认责 在我们这个世间水也清冷啊 也有认责啊 那既能这样极乐世界的水 为什么以清冷认责也读成功德呢 这样的一个问题 好 那这里就有个辨识了 我们这个世间的水虽然也有清冷的特点 但是它不是永远这个样子的 它会随着条件的改变而变化 比如在烈日之下 这个水的清冷就会失去 它就随着烈日的温度变得温度高 炎热 而这个水呢 你用一个水用锅 或者其他器皿给它装好 下面用柴火来烧 它就会烧开 沸腾 所以条件不同 它的清冷的体性性质就没有了 好 极乐世界的水就不分你什么条件 它都清冷 重能是像大山灾的样的结火 来烧这个水 那极乐世界的水还是清冷 自如 为什么呢 因为结火是我们三界众生的 共也感造的那个 那个像火 灭力的火 极乐世界呢 它这个火变成了光 那如果用我们说谱世界三界的那个火 来 来对待极乐世界的水 极乐世界水不受它影响 就是清静的 就是清静的法性与烦恼的这个事法不相应 没有关系 所以它不会被加热 所以它不会被加热 也不会沸腾 这个意思 好 再就辨识 我们世间的水虽然也认质 比如洗完澡 身上很舒服 这个这个污沟汗水呀 汗洗完了 身上也很滋润 有认质特点 但是这个水 也不是藏恨炉氏 如果太阳一晒 水就会干 再加上火 大火逼过去 它就会干枯 那极乐世界的水不这样了 重能是所有的火来烧过去 它任责自如 不会被水所滴得干枯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它就成为八种功德当中 两种功德 跟说婆世界的水有本质上的不同 好 再看这个地步金沙 就是池底存于金沙布地 这个阿弥陀经是略说 实际上这个池不仅仅是金沙布地的 那就看这个池是什么珍宝合成的 如果这个池是一宝合成的 所以它的底沙就一宝 比如这个池 是黄金合成的 那么下面的底沙就是白金 你所以金是白颜色的金 黄和白相间成去 它不会同一种颜色 同一种颜色 比如你的黄金 比如你的黄金 里面也是黄金沙 它就没有丰富性 其他世界这种颜色的搭配 它都是法性当中具有的 也就是这个审美的法则 审美的结构是在奴来藏里面就具足的 那么阿弥陀佛只是把奴来藏的审美的法则 把它显发出来 它的无作妙用 不加设计 自然它就是黄金磁者白金为沙 水金磁者流地为沙 水金是白的 然而它的底沙一定是红的 冷色调 暖色调的相间 如果这个词是由两种珍宝合成的 它的底沙就是两种珍宝的沙 乃至于三种珍宝 底沙就是三种宝的沙 四种珍宝就是四种宝的沙 乃至七宝 底沙就是七宝的沙 这样的合成 所以这个阿弥陀金只是说 金沙地部 此底 以金沙布地是文字上省略 但实际上包含着 底沙的种种不同的排列 这些组合 好 请看下面 有大本 素 保持水壁 敷开三种 殊胜妙用 一 水能随意 二 水能说法 三 玉笔尽业 随意者 大本云 足上善人 入七宝池 早靴身体 易于赢水 瓶水 水即 至七 以令 至妖 至业 至锦 及观其身 稀如其意 约定海湖 水及海湖 调和冷暖 无补顺势 开神月体 递荡秦瑞 清明晨洁 静坐无形 是谁本无心 能随人心意所欲也 无量寿经叙述极乐世界七宝词 它的体量 或十一有形 二十有形 三十有形 乃至百千有形 它的体量 那么这个七宝词有共同的敬业 大家在一个词里面的描述 也有各个每个不同的菩萨声闻 在自己的宫殿里面 或者宫殿外面 自己的这种水池 有种种不同的特点的描述 描述这点之后 又开示这个七宝词八宫得水 有三种殊胜奇妙的得用 就是它的功能作用很奇妙 不仅仅是一个审美意义上的 那这三种特点呢 奇妙的作用 都是阿弥陀佛愿力所成就的 帮助往生者修道用的 让他快速成佛的这种诗色 那这种诗色就很奇妙了 这个第一个就是水能水义 就是这个八宫的水 能够随众生的义 来做相应的表达 所以无量寿经讲 足上善人 就是这些往生者 这个落到七宝池里面沐浴 那实际上西方极多世界 不需要沐浴 因为他不出汗 我们这个为什么要沐浴 老是出臭痕 臭痕一出都不洗澡 凤身不舒服 特别是广东人一到东面 是没有洗澡的地方 他觉得很不好 所以我们还得想象 要方便大家洗澡 因为他就是 这个比较热的地方 他常常出汗 他需要洗澡 那么极多世界人不洗澡 他为什么还要做沐浴 这里面就有一个 这种阿弥陀佛顺着众生的 这种习性所施施的善巧佛式 因为你有洗澡的洗气 到极多世界 他也有这个窜息 但是实际上 真的要洗的时候 没有可洗之处 全身都是金刚那拉圆身体 清洗之身无几之体 但是又有这桩事情 好 这桩事情 正好就有它的作用了 那你透过这个水的感知 了解自己的信水真空 信空之水 以及信在 透过这个水 了知炉来藏里面的三德 它要产生这样的作用了 那这个 无论解脱德 法身德和般若德 它都是很奇妙的 都是如来藏的 不可思议的神庙的展示 这神庙展示透过水的形态 好 就是你在同样一个池子里面 想这个水浅一点 就是墨的竹根那个地方 这个水就很浅 你想这个水在稍微深一点到乞丐部分 这个水就水深一点 想这个水到腰这个地方 水的深度就到了腰 想这个水更深一点 在叶下 就在叶下 想在颈部就在颈部 如果你还想这个水能够从上面流 这个水就像水龙头喷头从上面流下来 你动个念头 跟你念头相应 这是一个 同时还有奇妙的 比如这个水池里面 有很多往生者 这往生者有不同的想法 有的想它深一点 有的想它浅一点 有的想这个水流的急一点 有的想这个水流的反一点 有的想这个水从上面流 同样一个池水水 能够瞒所有人的愿望 你这个人我想浅的 他就感知水是浅的 另外一个人想是深的 这个水就是深的 另外一个人想是水从上面的 他感知的就是水从上面来的 就是一水满一切众生的意愿 如果你觉得这个水深 想让它浅一点 马上它就浅一点 这个水觉得乐度够了 洗了个桑拿 再用清凉的水中和一下 它马上就清凉了 水济海湖 它就非常的调和 就是我们这个世界 你在一个高级的浴池 它也有想乐一点冷一点 但你还得要调一调 这是热水 这是冷水 你要冲得急一点 它那个水就冲得急 可以冲中穴位 也很舒服 但极客世界它不需要这些开关 你念头一动 它就显现出来 洗过去非常舒服 开神乐体 这个水把我们的神识 里面的信德给它打开 能够使我们的法性 离体感到一种喜悦 就是说这个你洗个澡 法喜充满了 开神乐体 洗个澡就开悟了 就了解奴来 父母未生前本来灭目了 这个向上全体 官吏子全都打开了 你看 这个 好 它 当地情侣 就是使我们的 阿纳耶诗的 无数节以来的那种 分别执着 情职 都给它洗干净了 洗着沟屋 写明清白 这个水洗着我们 无量节以来的购物 显得我们的大圆禁制 本有的清白 所以这个大圆禁制 就一洗的话 照天照地的功能就显现了 这叫清明成节 那么这个水显现的形态 非常的清净 清净到什么程度呢 你看过去好像没有水 没有水的形态 所以这个 这样极多世界的水 它 是一个无情的东西 所以气界的一种东西 地水火风空见石 这个七大 前面五大 所以气势间的东西 无情的东西 唯有见石这两大 所以有情的状态 那个水本来是无心 无情无心 但能够随着人的心意 来满足 那这个特点就显示了 阿弥陀佛 由他的信水 修缮 展开的一真法界的 这种水德了 和水的这种 全体大用 那阿弥陀佛为什么能有这种功能作用 就在于 他能够心静一如 慧静灰心 心能转静 那么心能转静 静就能随着他的心 而满足 所以这个水就能够随 一切往生者的心意 来满足他一切的愿望 阿弥陀佛显现的得水 有这种功能作用 实际上我们一切众生 在信水也是有的 但为什么显现不了 这样的一个功能作用 是由于我们的修德层面 是恶的 这个迷失了我们的 如来藏的信水 追逐外面虚妄的五一六成 外境 所以被这个外境所转 所以我们心就不能转静 谁不能转静 这个水就不能随我们的意愿 来展开他的妙容 是这个道理 所以透过这个水能水意 当下来反观我们的自信得水 我们也同样有这种功能作用 借助着阿弥陀佛成就的自信得水 把我们的自信得水的这种功能也彰显出来 这是第一个作用 第二个 说法者 大本云 微难回流 转向灌注 不辞 不辞不计 安详续世 不辞不计 安详徐世 几近身 空无我身 大慈悲身 波罗密身 实力无畏不共法身 足通慧身 无所作身 不起灭身 无身忍身 乃至甘露灌顶众妙法身 称其所欲 无不闻者 发清净心 成熟足根 永不退于无上菩提 是谁本无情 善能说足妙法也 好 看看这一段 就是这个水能讲经说法 这很奇妙了 《无量寿经》有详细的介绍 说这个七宝之八宫的水 它有微微的波澜 这个水回在池子里面回旋而流 回旋而流 它这个水和水之间的相撞 腹肌 就辗转的升起了它的波浪涟移 这波浪涟移好像互相的灌注 互相的加持 那么这个水它的流速不持 不持就是不凡 它很中庸 都也不是很反的 如果很反的好像一滩死水 不持表明它有生命的活力 它是活水 不济 不是说很急躁的 流得很快的 它也不是流得很快 但也不是流得很慢 你就看它的这种描述 就好像那个自信的得水 就应该是不持不济 表达是安详的特点 佛讲经说法 常常先要录定 录文定从禅定当中安详而起 这个安详属于佛的那种心态 气质 这个水也很安详 它这个流度是徐徐的流逝 你看看这都是很有 很有大人之相的这种表达 安详属呢 这个水它拨一拨之间的激荡 就能够发出音声 这个音声鼠发出的是 无量自然妙声 无量说明这个水呀 它的声音是很盛大的 就像海潮音 就像一个盛大的交响乐 它有各种 这个奇妙的多样化的声音 又能形成一个自然的 符合工商觉知与音乐韵律的 这样的声音 所以它是无量表明它的盛大 自然表明它有秩序 是法性里面显现的高度 悦耳符合音乐 审美法则的那种奇妙的音声 那这个自然妙声 就是代表实相的音声 法性的音声 或者简称就叫法音 法声 好 那这个自然的妙声 在讲经说法 它里面不是一个音声的符号 它里面包含着 透过这种音声宣扬大称 或者说所有佛法的法意 在里面的 好 那这种法意 就在这个沐浴的往生者当中 根据自己的根性特点 他听到的是跟他相应的法音 这就用祸 或者有人闻到佛声 或者有人闻到法声 或者有人闻到声声 这就是三宝的声音 那这个佛声 佛是觉悟 是智慧 如果回归到自信 自信的三种智慧 一切是道种智 一切是种智 法是我们自信的鬼则 原则 生是自信的清静和合 统一大众 这些他能闻到三宝的声音 或者有人闻到极静声 空无我声 极静声就是 他倾向于厄南罗 极静空极的状态 空无我就是人我空的声音 这就是号邀二称 声闻原觉的这个种性的人 听到的这种法音 如果是一大称菩萨种性的 他听到的是大慈悲声 就是无缘大慈 同底大悲 要用他的愿力去度众生 由这个大慈悲救众生的这样的一个心态 他要去修六度波罗蜜 所以大慈大悲和波罗蜜声 属于菩萨的音声 大乘菩萨的法义 实力无畏不共法身 这是佛的果地上的音声 就是实力四种无畏 四八不共法这样的声音 或者闻到的是足通会声 通会就是通图知会 所以菩萨道理三弦菩萨的音声 三弦菩萨 这就是实注实行实会像这样的音声 或者闻到的是 无属作声不起灭声 这是指登地菩萨 从出地到七地的属正的音声 无声忍声 这是指八地菩萨的音声 就是八地菩萨离开心意时 无作妙用 清正无声 乃至甘露灌顶 诸妙法身 这是等觉菩萨的音声 等觉菩萨在成佛的时候 十方诸佛以智慧水 来灌这个等觉菩萨的顶 就说明他马上要祭佛位了 就好像转能圣王 他要祭成王位 要以水来灌顶一样 好 你看这些 这就基本上把大小秤 或者说三十七道品的音声 在这个七宝池八光德水里面 讲经说法都能演说 如来一应而说法 众生水内够得解 这一水发出的音声 往生者随着他的根基的不同 听到跟他相应的发生 这叫称其属欲 无不闻者 就是称何他心里的意愿 他都能够听闻到 无不闻者就说 你就是哪怕是少 修行功夫很浅的 你只要到了七宝池八光德水里面 都能听到这个法音 如果按他自己的能力 他是听不到的 就好像现在阿弥陀佛的法音 也在变满法界 但我们在这个世间 我们听不到 我们的耳根很暗筛 听不到 你除非正能念佛三倍 你当下就听到 但是到了极乐世界 虽然你还是念力凡夫 由于八光德水的这种加持力 都能让你听到 无不闻者 当然还包含着 这个前面水能 满你的意愿 如果你不想听 不想听就极耳无声 虽然这个音声很美妙 也能讲法 但万一你不想听呢 不想听的时候 在悦耳的声音也是个噪音 那水也顺合众生的意思 你不想听 对你来说就没有一点声音 非常寂静 对想听的人来说 就有音声 所以你看阿弥陀佛 这种大愿加持的水 多么叫人性化 取尽人性 尊重一切往生者的自由意志选择 那这些往生者听到这个法音 他发出了亲近声 亲近心 这个成熟足根 就是六根都离开种种过患 都能够六根本身的德能都能献钱 六根亲近六根互用 这个由于亲近心生法 善根发露 他就能振到不退转位 那么这样来看 这个八宫的水 虽然属于无情 但无情呢 在滑胀世界 在极乐世界 在这个圆顿的这样的世界当中 有一个特点 是情与无情同源种子 一切皆成佛 当阿弥陀佛成佛的时候 由他的内心显现的这些境界 都是佛的展示 前面他的这个水从哪来 是从摩尼宝珠里面 有十四支的水 所以是摩尼宝珠代表 阿弥陀佛的新王 是从阿弥陀佛新王里面流现的水 所以这个水也可以说是佛水 也可以说是水佛 虽然他的表现形态是无情 但是他能像佛一样的讲经书法 好 请看下面 欲彼敬业者 大本云 既即欲移 或隔坐于莲花之上 又云 有在地讲经则 送经则 自说经则 受经则 听经则 念经则 诗道者 坐禅一心则 经刑则 有在虚空中讲经则 乃至坐禅经刑则 各随其职 而有所得 未得是国则 应得是国 未得不退转 地菩萨 得不退转 是谁不但以可遇为功 又能立一于祭遇之后也 以上三种殊胜 皆舍保持得水中固 又厚出金济云 但有河水流 音响如说今事也 这是表达 就是在七宝石八宫的水里面 沐浴之后 能够增进他的道业 这是《无量寿经》描述的 就是这些往生者 在七宝石沐浴之后 沐浴之后 就要休息一下 休息他是哪休息呢 就割有自己的莲花 就坐在莲花上 坐在莲花上一坐 四面就有自然的得风 微微地吹过来 沐浴之后吹点和风 就更舒服了 而且这时候你想听法呢 风吹树叶 也能发出美妙的音声 也能讲经说法 好 那沐浴之后 顺着这个得水的这种功能作用 因为成熟足根 善根发露 他们知道修道的重要性 奴就投燃 所以他们沐浴之后 不是去睡觉了 而是要去办道了 所以在地面上去讲经 有讲经者 沐浴之后开神月底 智慧开发 看看自己有多高的智慧 先讲一部经试试看 有讲经者 有送经者 看看自己的原来送不出来 现在送得流利不流利 有自说经者 找不到听众 自己说个自己听 有受经者 跟别人传说这个经义 还有 我也成就你 你要讲经我诸你的听众 有听经者 有念经者 这个字要不懂 诵经就是背 背诵 背就叫诵 那念就是拿着经本 灵文为念 有念经者 还有不靠经本来诗道 诗为无碍道 清净道 有点灿灿的味道 诗道者 还有在那里打坐 坐禅一心者 还有在那里经行者 经行 不知道他经行什么 大概也在念 南无阿弥陀佛 你看这个 修道的表现形态会这么多 所以这个极乐世界 修道的形态 也是随着你的号要 来展开的 不仅在地面这样 在虚空 他觉得 我要到虚空 去修道 那也好 那在虚空 也可以有讲经的 有诵经的 有听经的 有诗道的 乃至在虚空打坐我的 在虚空经行的 那在这个事情 我们看到有人 在虚空经行打坐我们 哇 会很吃惊 你会不会掉下来啊 一掉下来粉身碎锅 我是不是把个棉被 在上面拖拖扭 那极乐世界都有 神通嘛 六种神通具足 他在虚空行走 就在地面行走 一样的自在 好 那这种修行的方式 都是随着他的号要 他的往生前的习性 来展开的 无论什么样的修行形态 都能够增进道业 如果你是个涅地凡夫 没有断剑是祸 没有断剑是祸 说明你这个出国二国四国都没有 那通过这种修行 能够断剑或施祸 就能得到四国罗汉的果位 如果你还有得了这个阿罗汉的水平 你还进一步清断成沙 破无名 就得到阿批八字 不退转菩萨 都能够在你的水平上 再上 更上一层 这样看起来 这个七宝石八光的水 不但可以在你沐浴的当下有功德 能够听经说法 能够开心约体 能够随你的意愿来 随心所欲 这是你当时沐浴就有这个功能 沐浴之后呢 还能够有这么大的利益 所以上面所介绍的三种殊胜的得用 都在保持得水 这个经文当中含色 由于阿弥陀经是略说 讲有七宝石八光的水 其实就都包含着这个意识在里面 无量寿经和观经展开的 虽然是略说 但无量寿经展开的这些功能作用 也在这句经文当中含色无疑 这个意思 好 请看下面 这里还有最后一句话 忘了说 这里又引用了后出阿弥陀佛经济 其表达的意思跟着大同小异 那个济子说 一切无足山 海水及诸园 但有河水流 音响如说金是也 就是这个后出阿弥陀经济 全部都是一个济子 济子跟这个经文相应的 就是说极乐世界没有种种山 没有虚名山 铁肥山什么都没有 它是地平炉长 也没有大海水 以及还有一个发源的源头 你看那个我们长江黄河的源头 在什么什么地方 这个都是源头 极乐世界的水没有源头 它自然就隐满在这个七宝石八宫的水里面 但有河水流 它用这个河或者用池 来表达极乐世界的水 它是温和的 它不让人有恐惧不安的感觉的 那么只是有这个河水 这个徐返安详的流畅 那这个水波及的音声 就如讲经说法的音声 用这个祭诵来跟阿弥陀经的经文 来做一个相互的佐证 好 请来下面 称礼则自信汪洋充荣是保持义 自信惜被一切功德是得水义 汪洋充荣者汪深茂 自信深悬无尽 如此底固 阳广茂 自信广远无际 如此量固 充荣者中和貌 自信非真非俗 纯粹至善 如此存以保存固 好 先看这个 这个称礼是对这句经文 在自信理体上加以借说了 这种借说就好像中文下想 向上全体 所以说净土法门跟禅宗 归原无二路 在那种自信本源层面上 它所展开的是同一意趣的 所以这个连则大师的这种书草有个特点 不仅仅在事项上去谈 他从事项上把它提到了一个中文下的那种法性理体去谈 好 那什么叫七宝慈的意思呢 透过这个七宝慈能够认知 自信的特点 七宝慈它不是得水淫满吗 那自信汪洋充农 就是保持的意思 自信具备一切的功德 世间出世间一切的功德 就是得水的意思 好 那这就不简单了 这是托世贤理圣解能 托这个七宝慈八宝得水的事项 显示法性 让我们开悟的 好 那这个法性 就是自信 汪洋 因为七宝慈刚才讲很深 这个汪就是深的意思 表明我们的自信 是那么深邃 是那么幽玄 是那么见不到底 无尽 就像七宝慈的底一样 底下面又是七宝沙 是分布 这是汪 这个阳是代表广袤 自信 广源 无有边际 就好像七宝慈的量 它的体量或十有群 百有群千有群 它的体量很大 无有边际 然后这个八宫的水里面 它冲农 冲农说明这个水 我刚刚讲的微难回流 安详 徐世 它都表达了一种 忠道的和谐的相状 中和貌 中和貌 说明自信 离开去对待 非真非俗 非真或就是非空非有 但又既空既有 伤遮两边 伤造两边 这就是中道 中和的意思 既然是伤造两边 又伤遮两边 不利一法 不染一尘 清尽本难 所以它就 它所表达的那个善 是至善 这个至善是超约 善恶对待的那个善 也就是法性里面的那个信善 信德的善 所以它是纯粹的 不扎染一点 现象界的那种对待法 不与一切对待法相应的 叫不二的 叫纯粹至善 这个纯粹至善 就以这个事项上 这个七宝词都是由纯粹 七宝合成的 没有其他的材质 都是真宝合成 来表达纯粹至善 所以你看这里 它就是法性要了解 自信深宣无尽 说明它超越的时间 数穷三计 深宣无尽 广远无边 说明它超越的时间 横变十方 非真非俗 纯粹至善 就是离开的对待 绝待 你有空有两边都有夹杂 现在你离开了 这种空有的对待 它就沉粹了 用沉粹表明是七宝合成 好 请看下面 背足功德者 自信无然及沉浸德 自信无烦及清凉德 自信无恶及甘美德 自信无我及轻软德 自信无杰及认责德 自信无报及安和德 自信无法及除饥可德 自信出生一切万善及掌养德 又自信顺万物而无情 上行则如胜流 胜无数真 下行则如繁流 繁无数简 不便随缘周遍法界 所谓流注花间 即足凉动则也 永明云谁有实德 同真性故 亦正如是 定谁展然满 欲词无够人 无功亦无尽 世民八功德 刚才这个八功德水 是表达自信具备一切的功德 那这种认知是非常贴切的 所以怎么去认识这八德 现象上的这种水德 是要回归到他自信 去认知的 所以八德 沉浸德 第一种沉浸德 是由于我们自信 没有污染 把这个信水 用纯粹的修缮展开 他一定是沉浸的 这叫顺信 修缮就有沉浸 如果我们逆信 这个违离我们的 无染的自信 以这个修恶来展示 那就是污浸的水 乃至像地云那样的 血河 飞河 沸汤 像的水 那么清凉 是自信无凡 即清凉义 我们的自信 没有烦恼 没有烦躁 与烦 烦躁不相应 你顺着无凡的自信 展开的那个信水 在相上 就是清凉 自信没有污秽 所以展开的那个水 就是甘美 甘甜 自信没有我执生见 所以他就清软 随缘就方 能高能下 就是清阳柔软 你有我执生见 那就刚硬了 自信无解 就是自信不会干枯 他就是认责 得 自信离开残暴 就是安和德 安静和谐 自信没有匮乏 具足一切功能作用 所以他不仅能够解除干壳 也能解除饥饿 那么自信能够出生一切万善 这就是掌养德 这第八德的最后一个 自信出生一切万善 这有点这个六祖会能开悟 大色大悟讲的 自信 何其自信 本质清净 何之自信 本质具足 何其自信 人生万吧 有点这个意思 这都是大车大悟的境界了 那么再谈到这个水能够能上能下 也看到这个自信的特点 自信能够随顺万物 但无情 无情就是没有真实性 没有一个课题 一切现象上的展示 如幻如化 这因为他自信本空 所以他才能够随缘展开他的作用 所以这个水能够从上面流 流到上面去 流到上面去说明 随清净缘可以流到肾流 所以这就是证如法性 随清净之缘 可以作为四圣 但四圣也是缘起法 缘起法无实性 如梦如幻如画 从他缘起无自信来看 圣无数真 本体上有无数真 下行之路凡流 就是真如自信 随着污染的缘 可以作为六凡 随到六凡境界 但六凡境界也是 如幻如画 所以凡无数减 所以这个情况 就是不变随缘周辩法界 就是真如自体 是不变的 恒常不变 但又能够随染缘 或者随禁缘 来显现实法 禁 所以这样 经文章子讲 这个水能够流住莲花中间 甚至可以到物粮上去环流 到宝树上去环流 这都是不变随缘 不变随缘周辩法界的特点 所以永明言寿大师说 这个水有十种功德 它跟真信 自信真如是相同 这个意思跟这里所讲的都是一样的 那么这个《维墨期经》里面 也对这个有一个记者 这个八节之玉池 定水占染满 不已欺净花 玉池无勾人 就是这个定 就是信定之水 展然隐满 来沐于这个无垢人 无垢就是没有垢人的 没有垢人就是 离开了净会 是非空有的对待 也就是不立一层 不立一层 不立一法才叫无垢人 但是你说一个无垢 还有一个对待 无垢你就是说很亲近 你有亲近的知见 还有一种勾污的对待 还没有摆到这种对待 没有摆到这种对待 你还不是真正的功德 所以紧接着你立到一个无垢人 再要马上把它破掉 叫做旋立旋破 那无垢亦无尽 这个勾污和清净都没有了 都绝待了 这才叫八功德 这才叫真正的信水的功德 所以你看回到不二法门当中 这就是全体向上 从自行本源去领悟七宝池 八功德水自然隐满的经文 好 我们这个学期就讲到这里 南无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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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愿以 西化菩提心 尽死以往生 同生其乐佛 南无阿弥陀佛 本世世家莫异佛 南无阿弥陀佛